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这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五一档电影热映维和防暴队率先领跑 预计票房最终达30亿 电影维和防暴队自五一档首日放映以来 一下子就斩获1.3亿票房 收获了大批粉丝的赞扬声 据灯塔专业版 截至5月3日 2024五一档芯片总票房 含预售已突破10亿 其中维和防暴队陌路狂花钱 九龙城寨之围城暂列当前票房 含预售前三位 此次维和防暴队彻底打响了五一档的第一枪 给观众带来的电影表演可谓是精彩绝伦 截至5月3日 维和防暴队票房仍遥遥领先 这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 这电影塑造的角色非常逼真 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编剧构思的 无论是电影里面打斗的场面 还是人物的台词 都给人身临其境的体验 完全称得上是一部良心之作 回顾王一博以往在电影上做出的成绩 各个都不简单 热烈拿下9.13亿票房 王一博也凭着这部电影荣获第一十八届中国长春电影结金录奖 最佳男主角奖项 这是王一博作为演员的一小部 却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大部 《长空之王》又是一部荣誉颇多的电影 他最终获得8.5亿票房 王一博在电影中的精彩表现 最终获第二十届电影频道传媒大奖 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奖 在上一次与梁朝伟合作的电影《无名》中 王一博与梁朝伟同台标系 丝毫没有稚嫩之感 无论是角色的细微表情 还是人物动作 气势都不输影帝 仅仅靠这一部电影 王一博就提名多项大奖 他们依次是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男配角 第15届澳门国际电影节 最佳新人奖和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 最佳新演员三个奖项 除开电影最终展获得的9.13亿票房 王一博还多次受到成儿导演的表扬 他生活中不做作 镜头前有光彩 对此 王一博表现得很谦虚 王一博虽然得到了许多业界人士的认可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 而是更加低调 私下里常常学习演员的表演技巧 不断磨练自己的表演 尽力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最好 在他的身上 我看到了电影的未来 也看到了作为一名专业演员的职业素养 王一博 值得每一个人赞叹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